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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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习惯拍都市体材的人 没拍出来的那些味道 包括那些人物形象 没问题 我觉得咱们得鼓励一下浩杰老师 让他进回城 必须让他进城 没毛病 所以我看这六个导演到底有几个疯了 我觉得是第三轮里边 我们这个主制和要议 对 同意 行 好 同意 就这意思 行 在选择故事之前 我们现在进行一次导演那头 怎么选呢 请各位选出第二轮 你最喜欢的三部短片 各位 不记名投票 可以选自己 那头的票数直接决定 大家在第三轮选择命题故事的时候 的选择顺序 不是可以投自己吗 首先选择故事的沙漠 原则如下 如果有一位挑战沙漠拍相同的故事 那么自然就和沙漠 形成了第三轮的两两的关系 如果有超过两个人 就到了你返选的时候 好 好了 我也觉得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 我选这个疯狂的月饼 疯狂的月饼 给我一个机会 就是大家心里第一排名都是这个故事 对 你们都看着这个故事了吗 疯狂的月饼吧 他都写了黑色喜剧了 感觉就是为我准备了这个剧本 月饼第一 那个第二 这个第三 待会就选个月饼 行 我觉得这个是好玩的 因为你到底是真有病假有病 对 所以他的人物就 就着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做 疯了 五位当中 哪位愿意挑战沙漠 胡国瀚 确实是会是一个压力 但是呢 我 能跟沙漠导演拍同一题材 我自己还是挺兴奋的 给机会 我也愿意听 都举手吧 都举手吧 都举一下吧 都举一下 为什么 疯了 除了朋友 你们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我就是跳出舒适圈 我是跳了舒适圈 选的这个 你别跳舒适圈了 因为我拍不了猫 我猫毛过敏 你换个别的 我 你换个马 你让我拍独居女性 大墨 因为你选择了疯狂的月饼 反选权在你 既然胡国瀚是为了我来的这个节目 那就我们一起一玩一把吧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跟人较劲的人 当我想追赶一个人的时候 我是会想到有一天把他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就做好自己就行了 就跟这跑步一样 你别老余光瞟着别人 你就看自己得正前方 你俩组CP了 你俩啊 炒CP 炒热度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按照排名 下一个选择的 易耀星 易耀星 你不觉得你要是拍独居女性的那个 对你真的是特别大的挑战吗 独居女性啊 独居女性的 我不是一个人这个方向的题目 是节目组在微博上 征集网友的选题走向的时候 征集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 想要挑战易耀星导演 独居女性的导演是 没有人选 浩杰 不想挑战吗 不想 命题我又没抓到我 我想做的命题 这个让我做一个完全 我找不到感觉的东西 所以就不想做 只是我不是故意不听话 是没法听话 我坦白讲 我自己做演员 我接到这两个剧本 我都是会拒绝的 我随便我轮到什么都行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够 这么的我跟你一起拍自己想拍的东西 我们就拿零分就好了 那就我们俩吧 我只是打个比方 你只是给我挖个坑什么 我只是给你指出一条人生的方向而已 并不代表我也要造的这么执行 我还保留我的意见 然后我想要跟小兴老师学习一下 我要去跟他挑战 朋友轮和郝杰导演组成了对阵关系 就是形成哪一种对阵关系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金融命题 拍摄我觉得这个样子我完全没有兴趣 但是目前他们拿到了什么样的故事 他们对剧本又会进行什么样的处理 作品见